三米斧和康尼斧 因為呢,它這三米斧有點像是 除了要加種之外,還有唯一斧 就是什麼情況下才加種 那這個其實在一般工作上用到的機會非常的高 因為有的時候你要加種 可是問題範圍它不是都連續在一起 它可能有不同的部門 像這邊的話有銷售部、有開發部 有可能什麼部,那都有獎金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只是要加各個部門的獎金 比如說像銷售部 請你幫我把銷售部的加種 可能有個範圍裡面有很多部門 但是我只需要的是銷售部的獎金 但是其他部門的不要加進來 這個時候的話用三米斧就非常好用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如果今天希望銷售部插入函數裡面 最簡單的方法當然就是你可以用那個 數學與三角函數裡面的三米斧 這個真的還蠻重要而且蠻好用的 另外有三米斧叫S S的話顧名思義就是它是一個比較大的範圍 然後一個範圍 那會多一個好像多一個條件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用三米斧按確定 Range特別注意它說 所要加種的範圍 那好像感覺加種不是獎金嗎 我覺得它這個有點寫錯了 它不是所要加種的範圍 而是說應該是所要 應該是判斷 判斷的那個範圍吧 那你這個地方不是加種 應該是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你要判斷哪個部門的範圍 就是你判斷條件的範圍才對 那你的款式就是你的條件 條件是什麼呢 條件就是銷售部 那你可以把銷售部三個字打上去 或者我直接先用這個好了 銷售部 如果我要在這個範圍裡面 幫我加種的是那個只有銷售部的 那加種的部分呢 特別注意才是這個 要加種的三 range 記得才是第三個條件 第三個參數 那這個按確定呢 它就會自動幫我把 只有銷售部的加起來 其他的不加 那一樣呢 道理開發部怎麼做呢 那一樣就是說 同樣的公式 我只是說把中間那個條件 criteria這個地方的條件 這個條件改成叫開發部 所以開發部我用這個好了 那你可以自己打上去 開發部三個字 按確定 它會幫你算完開發部的 這個獎金部分 那這個其實還蠻好用 尤其是你一個大範圍裡面 你又不想要去重新 也許你可能會想說 那我重新排序啦 放在一起可不可以啊 可是問題如果你工作表排完序 亂掉了 那你又要再重新再去把它 排回來很麻煩 那你可以用三比數來做 另外的話呢 還有就是說 除了你的條件 可以是一個 一個名稱之 一個那個 這個字串之外 你也可以 是一個什麼 一個一個數字 比如說我今天呢 如果銷售金額 這個主要是判斷是這邊 銷售金額呢 大於5萬以上的 那有幾個銷售人員 這邊是要判斷的 這邊是要加總的 所以它的判斷跟加總是分開來的 那如果是康義符的話 它就是判斷跟加總 應該就是 就是同一個範圍裡面 就同一個 好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這個 一樣 擦亂數裡面 我找到 我看最近使用過的 三米斧 按確定 這個 條件在這裡 銷售額 條件的話呢 就是大於 好 記得啊 quiteria這邊的話 你可以這樣 大於5萬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前面加上一個 你要運算什麼 大於小於等於都可以 然後後面給一個數字 但是離開之後 你會發現 它會自動幫你加雙以後 它傳過去的話 還是一個文字 一個字串 好那加總的話在這邊 如果說它大於 銷售量5萬的 有多少個銷售人員呢 按確定 答案就出來了 OK 那這個地方呢 當然呢 如果你懂得用三米斧的話 其實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那同樣的 在這個三米斧 請各位看綜合練習 第二題 這邊的話 有一個叫教師研習時數統計表 它裡面的話主要就是說 要你把 序則二 複製到一樣序則三 那什麼意思 序則二其實是入門的 就是老師有上課 入門班 序則三是進階班 有兩個老師沒參加 那兩個老師呢 就是 李士遠 第一個 對 對 對